坐火车出发楼,阳光很不错 到Callingford需要在Iping转Bus 虽然它本区也有火车站 但是Callingford站的班次会比Iping少一点 土澳的冬天很美,天空总是湛蓝 沿途都是当地典型的House 这边生活有更多的澳洲味道 10分钟车程就到了Callingford市镇中心 Callingford Court是Callingford最具有规模的一个购物中心 占地大概37,000平方米 在悉尼的658个区域中 这样规模的购物中心也只有仅仅46个 你熟悉的超市这里基本都有 包括通力、兵力、Course、Wallworth、Target等的 还有占据了这里一整城的Finney First健身中心 不论是瑜伽、鞠铁或是私教课 都有智能道合的人一起 很多住在这边的人喜欢来这里 还可以一边游泳一边享受窗外的美景 从Callingford Court停车场朝西望去 坐落着一个教堂和低密度的几座住宅 都说Callingford名校云集 我们接下来去看个学校吧 开车大概三四分钟 就到了Callingford Public小学 路右边是正在困间的校舍 这所小学有97分 在校生有700多人 在新州1600多所公立小学中排名大概70名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Mobscule网台 这是由Parmata City Console建成的 朝西南看去是一个茂密的森林公园 生机勃勃 在Callingford还有好多个这样茂密的自然保护区 Kewelan Highway和Evers Road交汇处有一个保龄球俱乐部 里面美食娱乐一应俱全 沿着路再向前就是Callingford火车站 继续向西南 感受着Callingford当地生活的样子 住在这边的朋友跟我说 在这里有一套房子 感觉很骄傲 再往前就是Kewelan High School 这是个中学 学校也是很大的 来到Callingford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 就是天才辈出的James Ruth精英中学 连续28年新州高考排名第一 学校大概有843名在校学生 不仅校园很大 操场也小有规模 继续沿路向北 我们就回到了Callingford市镇中心附近Mossley Street 在这里也很快将会有全新的公寓楼盖起来 我们可以想象和憧憬一下 未来如果在这里拥有一套房子 房子的对面就是公园 还有教堂 感觉安静而美好 那是属于你自己的房子 没事可以约上两三个朋友 来这边走走 呼吸一下这里的新鲜空气 也可以偶尔过来锻炼一下 听着风声和鸟鸣 感受着这里的草木和花香 旁边紧挨着的还有幼儿园 看见Giggles这个名字好像就能笑起来 天真单纯而可爱 步行两分钟就有公交站 不开车出行依然很方便 再沿路走一分钟就是Colinford宠物医院 养只小猫小狗再也不用为它担心 沿路继续前行 就看到了华人最爱的Colinford Village购物中心 可以满足一切生活所需 生活在这里是过着神仙一样的小日子吧 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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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